我每天我这个奶粉啊 我有的时候是往里放巧克力糖 有的时候往里放咖啡 就是不停的变换它的口味 但是它的核心 是这个奶 奶特多 我就是只认一个人 那个人我让他给我买 因为我老觉得现在这个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中国制造 弄不清哪个 我每天呢都看 读者给我提的意见 我是欢迎忘义 这个人问心仪口腔的联系方式 我得去查我记不住 另外心仪口腔这两天 他春节他要休下修建修 关门十天 等他开门的时候 我会公布这个地址 不是俄秘甲 而是甲秘俄 对好多一说俄罗斯 昨天那个 我那有一个秘 是沙和尚他们一个人给我的说 是大兴安里断数秘 马上就有大兴安岭人跟我说 大兴安岭就没断数 反正现在只要是什么东西一说好 马上真的假的就都都来了 不愧为老唐 他们胆敢用假秘给老唐 你看这就留着各种各样的 唐老师我淘宝买了简装一件六瓶 看视频对照我买的瓶盖颜色不一样 看你的瓶盖发黑 我买的发红 你看他们就买那个和平鸭酒 不同批次的 他们连那个瓶子盖的颜色 读仔细的研究 为什么呢 他们不相信工厂 不相信品牌 不相信拼那个什么商标 就相信我吃什么 我用什么 买大米的电话号码发一个号 那大米不是我买的 是沈明给我买的 我只是收大米 我还真不知道那大米的号是多少 唐老师年龄大了 特崇拜海湾战争 那都是早的事了 你看这个 这个人叫自若松鼠 他说 为什么您的酒是广州产的 能买吗 不会是假的吧 上哪才能买到真的 这个问题挺典型 因为这个酱香型的茅台类的酒 就这类酱香型的这种白酒 这种酒 只有云贵高原 只有确切说只有贵州 遵义 贵州省遵义市 遵义市下边呢 有两条很著名的河 一个是赤水河 一个叫喜水 就喜河和池水河 他们流经一个县级市 叫淮仁 现在也不叫淮仁县 叫淮仁市 淮仁市的下边有一个镇 叫茅台镇 这茅台镇呢 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镇 这个镇呢 就在赤水河的边上 在赤水河的两岸 我兜里怎么掏出一橘子皮 就在赤水河的两岸 特别狭窄 就形成一个月圆形 当然他们这酒 有好多的工艺啊 其中原料就是当地产的一种 糯的黏的小粒红糕的 叫红英子原料 另外呢是工艺 发明茅台酒的是 一帮哥老族 给我造这个茅台酒的 这人叫老蔡 老蔡呢 它是清华化工系八零级的 所以它既有哥老族的血脉 又有清华的叫厚德载物 又掌握清华是庚子培馆嘛 你想想 又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而且它是清华八零级的 看一个大学生好不好 不是看他哪读的博士 哪读的硕士 哪的博士后 现在只要当官 各个都是博士后 给看他的本科 本科是十几亿中国人里边 最优秀的少年 从少年里边选出来的 最优秀的分子 你想想他高中努力 能考上清华 基本上人的世界观 人的性格 那时候就定型了 基本上不是坏人 是吧 何况在我这个北大七九级 比他这清华八零级还早一级的 国际政治系毕业的 唐老鸭的 当了一辈子新华社记者的 党的耳目喉舌的监督下 他不可能造假酒 过一段我都去看去 我都去看他造了多少钢 装了多少瓶 我心里都有数 话说到这了 我只管监督 不管生产 我这个学弟只管生产 不管销售 如果说你要认为 说你这酒 怎么是广州产的 不是广州产的 广东 离贵州不算太远 很方便 再有 如果你要是买的批量很少 你工厂没法给你发货 你要是买个一百仙 二百仙 工厂可以给你发货 工厂那就是批发 平常你都是零售 我买两瓶买三瓶 工厂不管 工厂只管生产 只管酿制这个酒 工厂把这酒造出来之后 因为工厂叫百天顺嘛 就是尊义会议 尊义会议会址 是百徽章将军 就是百徽章 一百零二十中将师长 百徽章抗日的那个英雄 因为是百徽章 他们家的私底 百天顺 现在是叫尊义会议会址 你一进去 尊义会议会址 逗号 是百徽章家私底 这是中宣部 印在那个尊义会议会址上 印在尊义会议址上的 党中央的话 所以百天顺的生产基地 在他们老家贵州 尊义 怀仁 茅台镇 但他们家事业大发展大了 他们的销售公司 是在广州 叫广州百天顺 为什么在广州呢 我们都知道 广州商品交易会 叫广交会嘛 广州会往世界上卖的 所以那才是他们家的销售的店 所以如果你买个十瓶八瓶 十箱八箱 基本上都是广州百天顺销售的 广州百天顺 肯定也是这个 是吧 广州百天顺 广州百天顺 今天早上 广州百天顺的百媒 就是百徽章将军的孙女 又给我发微信 他说他又新做了一个广告 我给把这个广告 还是热乎乎的 我现在给你们看看 百媒 我啊 看微信都到电脑上看了 我一般不看微信 百媒 昨天那黄爷爷就说 那个老鸭 那个我 我咱们都是真正江苏人 是吧 你我是徐州的苏北老 你是无锡的苏南 我有个江苏同乡会 我想拉你进群 我说黄爷爷 我说黄爷爷 谢谢黄爷 体力精力不够 我哪有功夫 你看他说 唐老咱们和乐强 都是真正的江苏老乡 只不过你们是苏南常州人 我是苏北徐州人 想邀您加入苏鲁御晚群 我组建的群运行十多年了 我是从小人多的地不去 我是一孤独者 我说黄爷 体力精力不够 黄爷爷也明白 好的 黄爷就不让我参加了 昨天就是我坚决请假 我没去参加黄爷的那个 黄爷的那个 品酒大会 张爱萍的秘书都来了 是吧 然后就还有好多人 我都不认识 我就是 我这人呢 一 海文认证之后 是被瓶油弹辐射了 就是孤独 另外暴躁 所以人多的地我都不去 怕去了以后呢 给人添堵 另外我怕 我认生 再说到 贵州省 尊义市 淮仁县 茅台镇 生产的 我的这个 和平亚 目前和平亚是两种 一种是白皮的 一种是黑皮的 白皮是六年 黑皮是 黑皮是八年 遵义 但是 虽然是 茅台镇生产的 但是它的销售 在广州 都属于 百天顺 他们家的 这是百枚早上给我发来的 你看 百天顺 这就是老菜 酿酒的老菜 这是我 我在茅台 你看 它的产品 遵义老号 百天顺 这是他们前军草学兵 当年 当 当年 当年那个 我看了这之后呢 我就是提出 你看我 立足 品种太多 会分散 削弱 已有的市场 白梅大姐呢 你看 立刻就跟我 同意我的看法 在北京 我老参加那 红二代的活动 红二代里边 他们都是看 谁家背景大 林豆豆 基本上就是头子 我举例 有一年 就是秋辉座 和李作鹏 就是李冰天 李冰天和秋露光 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呀 日本那餐馆 请了大概有几十桌 上百桌 都是四野的 去的时候 那个大县哥们说 说你不是四野子弟 我们这帮派 有严格的限制 不是四野的人 不行 但是邀请你 你就说 你是 你是 你是那叫什么 写良健那个 独梁 你说你是独梁 我说我认识独梁 我长得不像独梁 我不当独梁 他说要不你就说是 那个是 那叫谁 我这有他的书 就是首任 总后勤部副部长 张兴 对 就是张先约 儿子张兴 他说你说你是张兴吧 我说张兴我也认识 长得尖嘴猴塞的 哪像我 不是 我也不当 说那你要不当 你就没地儿坐 我就在门口等着 我说那我就不进了 这时候林逗逗来了 林逗逗说 唐老虾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说他们说 我不是四爷子弟 我进来没地儿坐 然后林逗逗说 你坐不上了 然后马上就有 马屁精就出来了 说那个 坐都是安排好的 九八七 坐都是安排好的 没有他 然后那个 林逗逗就走到了 最重要的那个桌子那 最重要的桌子那一看 我得找了照片说 不然又说我吹牛逼 李冰天 李冰天 李冰天原来是大区 驱逐舰的 驱逐舰的舰长 那是两年 2014年 2014年的 2014年4月26 秋归座和那个 秋归座和那个谁 那个叫 李作鹏 他们俩的儿子 给他们在 举行那个 一百岁的生日的会 我就去 去就是 大象说不行 你这 我说你邀请我去 又不让我坐最重要的地儿 我开个屁拍个屁啊 哎 然后是 这时候林逗逗就来了 林逗逗说 林逗逗就说 你坐我边上 然后那管事的说 他边上是胡德平 然后林逗逗说 德平不来 于是我就坐 林逗逗边上 我不是说 我德高望重 我是说 由于我是党的耳目喉舌 到哪我要去替人民拍 所以我一定要得要坐在那最重要的人的边上 我是新华社记者 是吧 然后我就坐在林逗逗的边上 这位子原来是胡德平的 你看林逗逗这背景 这是老邓 老邓也是我叫来的 是吧 我要不坐这最重要的位置上 我就拍不着 拍不着 那还叫挡那什么后舍吗 你看这是 这是陶四亮 这是 那个叫什么 罗东进 罗仲环那儿子 林逗逗 胡德平吧 我就坐胡德平这儿 林逗逗是北京四野的老大 那个谁 那个国军呢 国军也是这个毛病 比如张道宇 就是反动军官 被我当击毙的 也有说自杀的 也有说阵亡的 张领土的儿子 是吧 在松户一带 一有什么国军二代集会 那张道宇就给马在中将 说张道宇 牛逼 因为他爸是中将 在西南 你要一说起来 有什么国军呢 抗日的一聚会 肯定就是百媒 百媒呢 这人就有文化 你看刚才编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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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的那个 一看 懂音乐 有文化 就是这个 再一个 虚怀若骨 每次去都拿我当小兄弟 虚心听我的意见 嗯 为什么 我是P大毕业的新华社记者 嗯 立足慰问 品种太多 会分散 削弱已有的市场 大姐给我作译 是吧 所以 国军的林豆豆 就是现在卖这个 和平鸭酒的 百媒 嗯 百天顺是他们家的 我党开 遵义会议 这会址 就是百天顺 当年 他们家的私底 就是百媒他爷的私底 现在 世界上 美帝也苏修啊 普京啊 拜登 还有什么 川普啊 川普是四川 说普通话的啊 还有一帮傻逼 老惦记挑事打仗 嗯 我作为一个 采访过海湾战争 中国唯一现场 拍摄过海湾战争的老记者 嗯 热爱和平 保卫和平 喝和平鸭 保四季 太平 太平洋的太平 嗯 所以这个酒 和平鸭 百天顺 有遵义会议的传统 一 二 清华七九级化工系 我学弟老蔡制造 三 呃 辟大毕业的新华社的战地记者老唐 我亲自监督质量不能有假货 第四销售是广州的百天顺公司 百媒姐姐那是亲自销售啊 茅台生产 广州销售 广州有广交会吗 走向世界 和平鸭 走向世界 现在是一个担心 我现在已经看出了一个担心 你现在看出了一个担心 我现在看出了一个担心